HELLO 大家好,欢迎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review或者是讲解这个Lagos Sesame Street 你不要问我华语名字是什么,因为我忘记要华语名字是什么,或者我根本不懂 这个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戏啦,不过你们也没有看过啦 我是以前小时候是有看过一点点,不多,很少了 看了一两节,我知道这个是那一个Cookie Monster 这两个我也是想看的是,我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跟这个,我很想这个结设,现在我不知道它名字是什么 然后后面呢就是,它这个set就好像是一个物质 或者是一个小镇这样的概念啦,有个物质啊,有个商店啊 里面有两个小人物啊,在那边讲话啊,这些都是一个很经典的set啦 那这个set也讲很多个小数物,或者讲很多个piece就没有啦 就是从这一个都爽了,第一,我觉得花就有钱是在这些小人物上 因为他们的那个头啊,都是自己很独特的头,是别用不到的那些头啊 然后看到这些,看到这个是他们的最经典的,有六个,大概有六个小,六个人物啦 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个,这个电视剧 然后看来这个cookie monster,我想叫cookie啊,叫什么 cookie,我忘记cookie的话也叫什么 但是这是一个monster在那边吃cookie看电视,我下面也看电视就对了 然后这是一个经典的戏啊,然后就有一些小商店啦 其实这个set也没什么好说,但是我很喜欢这个set,因为它很iconic,它很经典 然后呢就有这六个人物啦,评论一下你们最喜欢哪一个人物 然后这边呢就有,呃,这边就有这个minifigure啦,小人物 这个大概这样,我想这个拉机长到这样超帅的 嗯,就这样啦,所以这个by the way,这是一个lego idea 就是一个粉丝自己去lego的网站,然后上传他自己的稿 然后得到很多人,很多人喜欢的,所以乐高就会做出来给大家 这个就是lego ideas的概念啦,就是你自己设计一个set 然后同时upro在lego的网站,他们就会经过粉丝的投票 好的话呢,他们就会做出来这个set啦 所以lego ideas被写出来的set真的很少 不过这是一个,他们lego愿意选这个set,我是觉得很棒啦 能让粉丝可以玩一玩,所以非要少说,开箱 我们现在已经斗完了这个sesame street啦 123sesame street 所以如果你有看过这个经典的戏的话,都应该找到这个戏啦 OK,首先要讲斗的经验,五星,为什么呢? 那我们先不要讲这样多先,先介绍这个set 那么这个这样大的set,这是一个小小的小镇 一部分的小镇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牌子也是123sesame street 就是这个c,或者这个地址啦 然后就有很多mini figure啦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店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corner,OK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物质 外面呢,这边我们有一些一个信件啊,垃圾桶啊 他有一个很臭脸的一个人在那边,垃圾桶在那边 很烦恼在死事这样 然后这边有一个人啊,然后这边有一本故事书 拿出来的一本故事书 它是一本就是,呃,完美年,完美年那个帖子 所以它里面好像写一个故事这样 就写哦,里面发生什么事啊 它的剧本是这样的,类似这种套路啦 其实大家都知道啦 OK,所以先翻后面再说 这个就是它的里面啊 这个就是123sesame street的里面 里面这边就分为两层楼啊 第一层楼就有一个物质啊,有一个小小的 呃,货车轨轨 可以让呃,那个火车可以走过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羊娃娃 这是一个兔子的羊娃娃 看,是兔子的羊娃娃 然后呢,这边呢,呃,是两个历史书架的东西 但是我还没有连贴纸 所以还没有连,不知道 一个电话 然后第二层楼呢,就有一个浴缸 这边有一个小鸭 然后这边一个呢,呃,这是沙发,小小沙发 两个床 跟一,呃,跟着一个,呃,桌子啦 然后跟一个dinosaur,也是小小的恐龙 上面这边呢,就有一个好像养鸡 还是养鸟的地方啦 应该是养鸟啊,这边有个电线路啊 还有一个UF4,它还靠一个,呃,外星人 这样子抓人,然后抓一个 以前的故事就是外星人会抓小鸭子 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有一个牛奶在那边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 玩的area吧,就是那边有一个 一个是盆 洗衣服,以前的人洗衣服的盆 类似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树啊 然后这样子的东西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先讲一下这个coffee shop 第二层楼呢,就有一个椅子啊 电视机啊,呃,电视机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好像video player 也就是卡带 就是以前你可以来听歌啊,看video啊 这个是卡带啦 所以这个是比较以前的人才知道 现在是看不到的 这边是已经绝种了 所以这个卡带是很经典的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呢 Coffee shop啊,一些detail啊,墙壁 嗯,看到了大概就这样,很细节啦 然后呢,后面呢,或者斜边啊 它的卡带这边有一个5千 然后这边就看到 然后,呃,一个咖啡机 嗯,看到一个可以让人做的 还有一个花,一个灯 很细节啦,这边 然后这边旁边呢 就是一个,呃,类似一个area 就有一个楼梯 所以,也是technically可以爬上去 我不懂 比如是紧急的时候 如果有活在什么可以用啊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ok,这个就是,呃,那一个building experience 或者整个物质的那一个环境啊 它是这样的 ok,下一个就是小人物 我给五星呢,那为什么呢 我们是意义介绍先嘛 首先是这个主角 我称之为主角啦 它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小小的小人物 红色的,然后眼睛 它的整个身体基本上就是被喜欢用 因为,没有什么printing啊 有些只是红色,纯粹红色不了啦 所以它算是一个挺普通的小人物 我还是比较喜欢它多一点细节 因为它,毕竟对我来讲 是,我整个戏里面最喜欢的物 我觉得它超帅的东西 那下一个就是,这个人 这个,这个不懂 这个,我记得在戏里面是每天 就是这样,比较负面一点的啊 它经常会有点不爽啊 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不爽啊 比较像是那个,呃 海绵宝宝的那一个,那个臭脸的那个人 你看像是什么 它像是,呃,巴 它是什么,squid啊 它像是没臭脸的啊 就是没因为一些小事情而烦恼啊 比较像现在,呃,现代人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没脸臭臭的 而且工作了,看到要见到老板 类似这种,这种性格啦 那下一个就是很像海绵宝宝这样的人啊 或者好朋友 啊,每天就带着那些正能量啊 或者去做一些很傻的事情 给大家笑哈哈啊 我很喜欢这个人 然后后面就是一些detail啦 那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呃,人物会带大家开心啊 正能量啊 让大家来对生活有希望 就像类似海绵宝宝这样的人物啦 那么下一个就是这个,鸵鸟 它不叫鸵鸟吧,叫一个鸟 就是这个,我没什么看到它在戏里出现啊 基本上是很少看到它出现 在我看很少集以来 然后就是鸟 然后它这整个身体是,呃,没有flubble 就是用橡胶做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做一种橡胶 呃,这两只手是plastic 但是它是这个部分,你是可以 身后拔出来的 挺难的 啊,还可以这样,拔出来这样 它就好像一个,呃,要讲 costume 这样啊,就像一个丑 你可以换装这样的概念啊 它这边整个没有flubble 全部是用橡胶做出来的 所以挺特别的 我是不懂它这个小人物是做什么的 它在戏里面的角色是怎样的 然后呢,下一个就是 我最喜欢的,或者是 不是讲我最喜欢的就是我 比较常看它出现的cookie monster 不要问为什么我记得它名字 就是很喜欢cookie的一个人物啊 它就,其实挺,说真的挺智障的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女人吃cookie包 就好像,类似好像浩克的存在啊 就是有什么事情smash就对了啦 吃就对了,别烦那么多 就好像是有种吃货那种的 有什么烦恼我先吃啊再讲 所以啊,就好像很有点像吃货 我听起来以为是一个吃货 所以吃就对了,别烦那么多 所以啦,这个就是小人物 哦,五星 那么现在这个就是玩法嘛 你可以怎样玩呢 那玩到的东西 你没有很研究这样玩啊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哦 你就可以大概大概 呃,这样讲 呃,大概大概玩一下子啊 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跳出来啊 按什么东西啊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set啦 所以你不用研究这样多 因为它是第一 它是599的一个set 在马币是599 也就是在马币,呃 对哦,599哦 600块呀 所以 599对我而言 for一个600块的这样set啦 我是觉得有点 呃,我不会讲很超值 但我也不会讲很顺值 因为第一 你看了这么多building啊 然后这么多 呃,这样经典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 挺值得的说真的 我还是觉得这是可以勉强过啦 清值得的 所以我给一个 四星 因为 完份是这样啦 有点理解了,ok 那么我们就带来到我们的 呃,摆饰 那如果摆这个东西呢 摆这个东西对我也是可以给四星啊 你是可以 啊,然后摆一个 一个 外星人要抓住他们什么之类的嘛 或者你可以让他们在聊天啊 一起玩耍啊 躲民餐啊 什么都好啦 所以 不好意思的话我就给四星 下一个就是价值 哪价值我刚才说的 呃,这世界是599嘛 所以 看价值是看自己的嘛 但是我是觉得它是属于一个四星的价值 讲到 因为第一 它这个整个set是没有讲很完美 但是是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呀 我是看得出那些 Lego 设计师是有点心思的 最后呢 就是总结啦 总结来讲 呃,我就给四星啦 那如果你是这一个粉丝 ok,你很喜欢看这张戏 你是一个粉丝的话 你去自然而然就给五星啦 那我是没有看这个戏啦 然后我是 呃,根据它这个set的那一个完美度啊 它如果刻度啊 它如果design这些东西来做的啦 我也没有讲给很多意见的话 因为我不是很 呃,我没有很时常看这个戏 我也不是一个粉丝 不过作为一个斗者 或者作为一个显乐高的人的角度 我就给四星啦 所以我认为这个set是非常不错的 已经是 应该是在我的排名是有 呃,是有在 maybetop10吧 top10的一个排名啦 那么 就是今天的v 呃,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吧 记得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然后记得分享给其他人 那么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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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